岁末年中华联县消防局第三大对五号晚间在副员益销分队 举办机优益销人员表扬继各分队联谊参会活动 除了消防益销、傅宣以及凤凰三大志工之外 县长也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年度机优的益销人员 同时也加冕肯定现场气氛热络 岁末年中华联县消防局第三大队 县区八个消防分队、益销妇女防火宣导队 以及凤凰志工大家齐聚一堂 共同参序联谊 同时也表扬年度机优益销人员 会看行程满党的县长许正位赶到现场 亲自颁奖表扬加冕肯定 县长许正位向警销及消防三大志工表达最深的敬意 现在服务消防局对于提升 花莲县救灾救护软硬体的能量更是全力以赴 让花莲成为全国第一 我们现在每一辆救护车上都有我们的十二岛城的新电银 新电银 而且在车上也有没有办法做电机 马上做电机 我们可以有补针的注射 这在全国各县市里面 花莲县是第一 近年来在花莲县阶级强化 花莲消防救灾救护量能成为全国第一 保障消防人员出勤安全 也守护乡亲民众的生命安危 平日忙于救灾救难 守护民众安全的消防人员 易霄、傅宣以及凤凰志工 所以我们年终透过影片的呈现 回顾年度辛劳典滴 也借着参会交流情谊 彼此祝福新的一年出勤平安顺利 现场气氛热落文行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